一二三 工人正在给巨型输乳渠铺铺模 开发钾肥 要先将地下的卤水抽到地面 经过这些输乳渠输送到人工盐湖 经过长时间的晾晒 水分蒸发 留下这些富含钾离子的物质 再运进加工厂加工 最终生产出硫酸钾肥 在罗布坡分散着147个材铺井 输乳渠长达290多公里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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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布坡都是严谨地 卤水很容易渗入地下 在输送的过程中 需要在输乳渠底下 铺上防止卤水下肾的膜 卤水含盐量高 结盐严重 一二 每年都要对输乳渠及防肾材料 进行修补或更换 三月 罗布坡气温接近零度 工人们加紧赶工 他们要在风济来临前 给六条输入渠全铺上膜 一旦开始刮沙尘暴 这些膜会被刮走 之前所有的工作都将前功尽期 机械干这个活 它这个布比较脆 它上面有一层膜 你不能把这个防晒 防剩这块膜给破坏了 破坏它起不到防剩的作用了 完了之后就用人工的办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工人们从四川 甘肃 云南 来到这荒漠戈壁 收入大都被寄回家乡 支撑起一个个农村家庭的生计 1994年出生的孙清松 两年前带着二十多个老乡 从四川老家来到罗布泊 有时候家里人 我父亲我母亲会经常打电话 经常打不通 有时候他们会 就多想了 去他们身上覆盖不了 他们真有时候多想了 这啥情况 几天几天电话都打不通 在老家 小孙小孙有个相处了五年的女朋友 他准备向女友求婚 但又不忍让女友跟着自己 在这荒漠戈壁受苦 你知道我都艰苦了对吗 你知道我男人也无所谓 你说女孩自家弄过来了 他们跑过来之后 对不对 现在设不掉这个地方 那啥都没用 有时候再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考验也接踵而至 提炼硫酸钾都是等盐湖晒干 再由挖掘机采集送去加工 但是呢我们罗伙这么大的规模 挖掘机把它采出来也可以 但是呢那得用多少车多少人呢 每天几十辆卡车和挖掘机日夜赶工 但仍然难以满足生产需求 庞大的生产线 需要源源不断的原材料 可是晾晒过程靠天吃饭 盐湖没有彻底晒干 挖掘机就无法挖原料 原料一旦断荡 整个生产线就会停工 几千员工不得不原地待命 新一季的生产已经开始 原料已经接近断荡 工程师们感到巨大压力 那晚上睡觉老是从高速掉下来 就是那种心里头老是有那种死众 经常出现的死众的那种感觉 半夜的时候都要惊醒 就是那种 这次已经是直接就反撤到生理上来 就这种状态了 有什么办法能解决这个靠天吃饭的瓶颈 死亡之海里的奇迹稍后继续 神奇的水上坦克即将登场 死亡之海里的奇迹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三公里的大盐壶正在接受阳光的晾晒 等盐壶晒干后 这些白色物质就是硫酸钾肥的生产原料 但晾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眼下原料供应已经跟不上生产的速度 几千人的生产线接近停摆 我们都是具体在那儿管这个事的人 就知道这个痛苦 别人老是这种担心恐惧的压力 压着就难受 压在我们这个团队上 负责设备和技术的工程师 谭昌经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方式 不用等盐壶的水晒干 就直接采集原料呢 能不能用挖泥传挖 很快老谭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有多硬 这样摔就是看它板结强度怎么样 像这样去拽它就是抗压 看它抗压怎么样 这抗压能力是很强的 硫酸钾原料沉积在盐壶里 看起来像盐一样松软 实际上非常坚硬 那个硬到啥程度呢 抓着这么一块 你用摔就摔不烂了 使用摔摔不烂 你用脚踢也是踢不烂的 你用囊头去砸你也是砸不烂的 那个就尽到那个程度 究竟用什么设备 才能实现在盐壶里采集原料呢 工艺是灵魂 设备是载体 你光有了这个灵魂 我们把方法搞清了 什么都明白了 你再用东西一个载到它了 所以是站到这个山峰 才知道我们的软裂在哪里 我们这些装备都选型都选不到 搞了三十多年设备研究的老坛 进入了职业生涯中最难挨的一段时光 绝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